天呐,这外面是什么景象啊? 今天是5月9号,5月中啊 怎么会下雪呢? 好冷啊,我的天 我要赶紧看看我的花怎么样了 看 花苞全部都垂下来了,这还能开花吗? 天呐,好吓人呐 这些已经开了花了 看 5月9号啊 那儿有一颗牡丹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些鸢尾的颜色,叶子的颜色也变坏了,都冻坏的样子 今年是不是没有花看了呀 哇,这边更惨啊 不过玉金箱看着还好 那边有几颗 有一些垂头了 这些看着还好 这几颗看着还可以 这是鱼美人,全部都倒了 好 看 全部变成这样了 噢,天呐 这个这个是马上就要开花了 花苞已经很大的勺药 我要进过来看一下 扶不起来已经冻住了 我的天哪 冻住了 不知道太阳出来的话 会怎么样 太可怜了 大花葱 看花苞 真的已经扶不起来 这个杆子都冻在这里了 假如我不冻它的话呢 太阳出来以后 慢慢的或许能直起来 希望了不敢保证 这是Raspberry Splash Sage 特别惊动的 现在也都趴下了 旁边的郁金香 不过那颗看起来还挺好的 葡萄蜂杏子躺在地上 颜色全部都变了 都冻坏了 我的樱桃树 叶子也都搭老了 可能都结冰了 还不算是硬 还是软的 我的天哪 颜色都变了 这今年还能结果吗 昨天夜里呢 零下三度呢 至少有五个小时 所以的话呢 就导致了现在的模样 还下了雪 真的是有点可怕 我在多伦多二十多年 以前不记得 在五月中的时候呢 还会有这种情形 据说的话呢 今年的天气呢 比往年五月份 这个时候呢 同期呢 冷十二度左右 十二度啊 这是bleeding heart的荷包牡丹 通常呢 我用来它做 母亲节的花 可是你看今年 已经全部冻死了 今年一朵花也看不到了 看起来 好惨啊